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如庚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廖明氏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如庚有限公司 它其实是在您50岁退休的时候 决定要投入产业 因为为了自己着想嘛 我们要吃的 我们各方面的在农业上面 你看到它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投入的资金 各方面的在这个产观学 也有你自己的一个 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看它的一个整合 然后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吗 其实我们在整合农业这块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当时是 当时台中分局长简介华先生 他因为对行销部分 他是有余力的 所以我当时提出一个人人皆是 业务人人皆是代理商 那七年前提出这个理论就是网红理论 那时候我们有自己设立几个网红教室 其实你要怎么去行销你的产品 介绍你的产品 那时候是网红理论的时代 网红理论时代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才能弄起来 网红时代理论到近几年 已经快做尾声了 变成大数据消费时代来临 这两个时代有什么差别 讲实在网红理论你还是把大厂商叫货 用你的网红来卖 可是网红卖到最后 他为了经济效应到最后卖到一堆烂货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消费经济上很不愉快的时候 你没有叫东西他把你寄来 或者寄来东西都是劣质品 所以网红时代要快要结束 因为这些人太多不好的货品 重置在这个时代太多 所以网红时代已经解禁尾声 我讲的意思是说 7年前偷入网红卖到盆满钵满 可是这7年后慢慢赚不到钱 开始订单为什么下降 最主要原因在这里 进入大数据时代 很多的 我讲快AI时代来临 很多现在上市公司 公司或他比较大型的 他的物流商场做了一件事情 他从你的消费心态当中寄DM给你 来分析你的喜好 他自己的产品都比因为工厂直销 比网红商品更进化一步 所以慢慢他会打败网红商品 慢慢取代未来的行销 所以未来未来在在这个行销市场上面 一般很难切入这个市场 很难切 可是还有更厉害的行销数 可以打破这些规则 我们讲快一点 也是网红 但是生活直播网红时代来临 你的你的产品 就是你自己生产的产品 是好的产品 他可以来做体验 体验经济 这个时代 可以跳出前两个时代 这未来你如果没有钱 有自己有地 有商品的 把商品优化 把你的产业优化之后 可以做乡村 真正的乡村体验 比如硕七 萤火虫 或是做生态教学 其实生态教学很多老师在上课 可是那个老师并不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 他没有办法彻底来介绍你的环境 没有办法去测试一下 你生活在那边那么久 你的介绍会比他更精彩 所以他来讲 你要做一个超级业务 第一个要行销自己 所以未来的 未来的可食地产品的行销 才能跳桌这两个包 也就是我们以前看 传统市场 网红骂 嗯 再建设Saven时代 那Saven时代之后 你看那个 后来变成又变成什么 他那个 全联副力中心又打败Saven 接下来 接下来 只有你是精品 才会在市场上 才会杀出同源 嗯 这个就是您所谓的未来行销吗 对 未来行销 嗯 嗯 未来行销 你可以就是用一句话来 让大家印象深刻 所谓的未来行销吗 未来行销 我们讲 是体验经济时代来的 OK 就体验经济时代 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买一个温泉 把我们十大经典农场 科技人会产下来补齐了 补齐了之后 我们上一个老板 他是有巡农鱼套餐的 我们他觉得他卖不完 我就把他剩下雨留下来 因为干净的天然冷卷 他才会养合德国巡农鱼 因为温泉季节差不多四个月 冷卷又五个月 是 一年 你这个农场一年 一年四季没有主轴 复而四季也是做不起来 所以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会办 与巡农鱼共舞 有缩西有晋三的活动 类似 没有文创 不是要找旧文创 因为旧文创被食道淘汰 不要花太多心力 比如说我们在讲 我们公家推一个 院里的令朝 那个被食道淘汰 还可以写成博士入门 结果行刀到现在还不会成功 因为被食道淘汰 被食道淘汰 你还花更多的心 还是会被淘汰 农业贵在创新 别人没有 我有 植入新的东西 这才是农业文创的 最精实的要因 那你的整个的一个做法 从一开始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你是先从买地开始吗 对 农业有兴趣 对 农业有兴趣 我本身要做食物银行开始 你是要做食物银行 我要存进的水 存进的地 都检验过我才去买 买了之后 送出好的食物 ok 因为我吃什么小朋友跟我吃 我认为小朋友跟我吃什么 是从这里开始 可不可以再把这个食物银行的这个 来龙去卖 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食物银行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吃的比如基因改造食品太多了 化肥过多了 农药过多 我们现在所有的农场经营模式 是草生栽培的方式 让我们食物恢复原来食物的味道 食物银行的本意 我们用一个擅长温饱安心学习的专案品 生活外配很多 到这个爸爸怎么样了 他养不起小朋友 我们就帮他养小朋友 从我们得到讯息之后 从小朋友开始养 他的学长我们帮他们讲 财医会我们帮他们讲 培养到大学毕业 因为我们现在跟联大有一个联纳 他有一个有在卖面包卖咖啡 卖一些我们三手线的产品 他没有钱可以直接去那边消费 那边消费的时候 我提第一桶金后来不够钱 我就资助他 资助他就是 让他保证小朋友不会饿肚子 这是我们食物银行概念 所以我们买了那么多农地 未来是要投入这一块 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的方便舟 就是用我们台湾食材 我们自己生产的食材 跟台湾或农油生产的 食材经过检验 最少SDS检验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把它做成食材 像这个可以放一年 就变成我们 食物银行里面的主力 那其实 您刚刚讲说 去培养他到大学 那实际上 您跟联合大学这边 也有做一个 合作计划对吗 我们跟联合大学合作计划 因为 教育部 我们政府提出一个 PSI USR USR就是专案报告 研究 研究生号大学做个研究 研究专案 我讲 比庚去交除庚 他没有实际经验 只是把农村 再生差异在那边弄一弄 结果那个计划是没办法执行的 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新的计划 PSI PROVAC STUDY INTEND 这是一个课程 学中学 做中学学中做 是 让他实际上 参与农场的一些管理 真正来工作 教育部 比如说教育部提500万 我提500万 一个小时 250块 但是这一钱 我们不是白云 他必须到农场来实习 30个小时 一个月保证12000 因为我们算过一个 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基本开销 差不多12000 是 但是我们有提出第2个计划 他有些是孤儿 有些是真的要靠自己自食其力的 他 不能耽误他的学 工作 学业 但是他平常日 来我们 我们农场打工 是有不定时打工计划 不定时打工计划 他的学费 跟生辉就有倒落 OK 其实除了这一些 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做友善农业 亲善大使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部分 其实友善农业大使在 7年前我们去执行他的时候 我们是要培养新的农业人产 让他认识农场如何去经营 所以他是一个课程 比如说 咖啡记的我们 寒假办的是一个采咖啡的体验营 暑假办的 暑假办的 就是我们一个 主理的采收跟品管的一个认识跟包装 他是一个真的一个农业的学习快乐之旅 我们办了一个7天6月的行程 他要缴钱来学习的 OK 那个钱就要缴不到2000块 来这里住这里吃这里 类似于以工换树的一个形态 让他去了解台湾农业 什么是友善农业 跟我们惯性性农业 他吃过自然的食物 自然 可以分析得出来 OK 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您对于这个如根有限公司的一个 短中长期的规划吗 我们如根有限公司 现在 我们那时候算过 一个品牌 它一个品牌 就是一个 有机农业 无堵农业 一个品牌 要做起来 需要50公顷的地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次之50亿去买了70公顷 在苗栗地区买了差不多70公顷的地 OK 那时候 那时候短期是这样 那中期我们现在有7个地方已经 有 有10几栋建筑 有建造 已经要申请使造 是 就是一个合法的场域 你要谈合要永续经营下去 所以当时我们在选地的时候 我提出给理论 没有一流的景观 那一流的产业 没有一流的产业 没有一流的品牌 是 所以我们有一个百年农庄 九大变胜计划 所以我们开始选这些地的时候 都是 有善有水有紧 长期计划 我们当然是要把这些农场 从点 线 面 带动地方旅游 比如说 我们来这个农场 第1个农场消费的时候 当然是没有打折 第2个农场打9折 第3个农场打8折 到会员日的时候 到自尊会员的时候可以达到6折 我这个计划书 目前因为长远期我还在写 我们这个因为 最后是缺一块温泉 所以在我们去年底的时候我就买在 太安关子 太安湘 太安关子在上去超150公里的地方 买一个川上温泉 我就买下了 现在整合 它是 从我们生意资品的7级产业要进入第8产业 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 3D的文创园区 那这边已经 讲到一个我们可能陌生的名词 第7产业第8产业 那先讲一下 6级产业是什么 6级产业就观光 第7产业就生产 是 2级产业就是办售 3级产业就包装行销 那7级产业呢 7级产业健康食品跟生意食品 所以您当初看重的就是 有这一些我们农地先买下来 最后我们其实是 在产业上面有真正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7级产业很可以做 那接下来还有8级产业 其实台湾最赚钱的 农业一定要走向精致农业 才有办法赚钱 所以你没有办法变成 由于疫情后 你没有把你的产品变成生意食品 健康食品 没有办法赚到所谓的高利润 而且农业 你的蔬果出来 它就有那个产剂 一两个你不采下一样烂 可是很难保存的 你保存要用能力 要花很多的钱 所以你如果把它变成食材 干燥之后变成食材 用能量干燥变成食材 它可以卖一年 它的效期更长 可以卖一年 所以我们就觉得 嗯那干脆往生衣食品 来发展 所以我们在三年前 我就把眼熊生计给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 我们现在 厂 厂目前在做变更 今天限制股计 公文下 我们已经完成变更了 所以未来 那个生衣工厂 是我们转型的 很重要的地方 温泉 是我们进入第八 第八产业入口 但是 这个生衣食品是我们打开 敲开 第七产业的 一个重要的钥匙 OK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这一连串的 我们因为 在 这个创业经营上面很有经验 所以 我们其实是 这个当中都有找到 企业组的一个支持 然后让这个东西可以继续的 发展下去 对不对 企业组其他的企业组在您的这个 计划当中的一个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嗯 目前为止 因为现在还没变成一个经济循环 是没有投资价值 我目前升级工厂是有 我们创投每次进来 但是 其他几乎都是我自己 独资 当他发展到会员制的时候 我们创投跟他其他企业组就慢慢加入 一变成商业模式才有人愿意投资 是 所以这个对您来说逻辑非常的清楚 什么时候那些企业组 他们可能现在都表达他们有投资意愿 但是你都觉得还不是时机 对吗 是 那甚至就是说你可能也都会分两块 就是企业组有他们的一些认购啊 等等之类的 但是 未来还是会开放有一些 就是让他们可以去加入这个会员的这个部分 是 那这个稍微说一下 因为你 进入商业模式之后 炒上最辛苦了 但是你要 真的你认为会 赚钱的 当然是你先投资 到企业认养的时候 到企业认养的时候 你这个良性性款就形成了 是 但是要他们认养 你没赚钱谁来认养 OK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如根有限公司 他基本上 他做的事情 可能 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更多 但是 目前这样子听下来 大概有一个 一点点的一个勾勒 对不对 是 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 就是你 从50岁投入到现在 已经有10年的这个光景 那用如根 他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愿景 如根 我们在3000年底 没有宗教 真的没有宗教 那时候你们所谓的圣人 或是伟大人 清庚与独 与一山与一世 他从事一个教化工作 把他的生活产的智慧传授给人民 其实是没有这些宗教思想 这实在是 鲁庚精神 OK 所以其实您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不是就只是 有资金 然后去砸钱 然后 而是 在更多的地方 是看到你身体力行的 要去 做水电的这个部分 你可能也都会自己去做 而且 你的这个创业都是白手起家 对吗 是 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精神 那 以后 很多的年轻人有机会 那就是在您的身上 可能可以看到 刚刚说的这个未来行销 真正我们今天 听到的只是 非常非常少的部分 还要在 这个当中去 break down出来 是 今天 今天讲的大部分是 未来的 架构 但实际上它是有私情细则 是 私情细则当然是 有你看你这一棒活动 要很多的内容 很多的内容 很多的组组 易免的组组可以连贯起来 所以人家想到要做什么就想到你的农场 这才未来 未来 你要发展方向 比如说 你在卖什么时候 人家想到这个东西 就是你在卖 是 是 这才未来 真正的我们讲的 讲到体验经济 最精华的地方 OK 你才可以在未来的销售的市场上 打出一片蓝海 是 就像您刚刚讲的 其实你讲好多名言 其中一句我现在 现在 现在我记得 就 一个农场 一个特色 我有没有说错 一个农场 一个特色 一个特色 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 一个文化 一个文化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如根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廖明氏先生 跟我们分享 他其实 很多东西有些人可能是 有兴趣去投入 50岁就退休 当然是退而不休 他把他的眼光投注在农业 农业可以开创 你可以把他冠上各种的名词 比如说科技农业或者什么 而最后体现到 你踩在土地上面 你要为土地付出 土地自然会回馈你 再次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